當天是吃火藥菜紹介好的幾個 六港頂農會的基盤火藥菜邊桿比賽 去應90多名農民來參加 也讓農會先為農業技術的交流媒体 另外14號再去 六港農會也要來基盤 將會優先成龍的農地產品經燒華東 歡迎鄉親親親王 剛才有出米的時動創官由於DIY以外 各位黨欣賞到四件家政辦的選擇 農會13號基盤火藥菜邊桿比賽 90多名農民拿到品質好 漂亮的一滾滾的火藥菜來參加比賽 就跟農會的理事長郭世雄表師 希望可以透過兩性競爭 提升火藥菜的品質 比較好讓消費者可以吃出健康 吃出安心 所以我們市長農會會邀請到農政團委 農會長有關團委的一堆學者 轉家來提供一堆意見 更改讓農友大家來做參考 這次的邀請專家來進行外觀 農糧以及口感的屏蔽 選出最優积的火藥菜也就由品感比賽 選出優良的火藥菜 要把火藥菜推銷到全台灣 我就是冬冬 第二的改冬就是外觀 年後我們這裡有25名 和這兩部分分數比較高 我們這裡用珍珠的方式 來看它的口感 因為現在我們中央官所有的 在種火藥菜可以農營 在用藥的安全方面也很注重 可以讓消費者來買去吃得很安心 12月14號六甘町農會 再來期限中華優先 青龍農第三品行銷活動 大中華新聞林貴英 六甘蔡宏德 對於二甘蔡民進行銷活動 Mhm 谢谢大家